物价不断攀升引起了许多消费者不满 法国加勒福超市干脆从4号开始 停止销售一直涨价的百事可乐 还有他旗下的洋芋片等各种零食 法国零售巨头加勒福的货架上 各种商品应有尽有 但在百事可乐汽水的栏味前 醒目的说明写着 因价格上涨令人无法接受 我们不再销售这个品牌 其他百事的热门商品 包括七喜柠檬汽水 利顿茶类饮料以及乐视洋芋片等等 也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 加勒福表示 几经讨价还价的谈判 来自美国的百事可乐 进货成本还是偏高 因此决定自4号起停售这个品牌 包括在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比利时等 四国的加勒福门市 都将同步采取这个行动 也就是有9000多家分店加入 规模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二 百事可乐则宣称 涨价并没有影响需求 去年不仅三度调升获利预期 今年还要继续小幅调涨产品售价 但是消费者愿意买单吗 然而消费者也发现 有些商品虽然没涨价 分量却悄悄缩水 对于这种取巧做法 加勒福从去年开始 干脆直接在货架上标示为缩水式通膨商品 提醒消费者注意 加勒福也指控 尽管有些成本和原物料价格已经出现下降 部分食品制造商 仍故意抬高价格以提高获利 因此超市为了维持生意 只能寄出非常手段 希望抑制物价攀升 除了加勒福之外 德国和比利时的零售商 过去一年来 也采取了停售部分商品的类似行动 公事新闻在惠民变异